學問思潮 學問思潮由去年的6月成立 成立的原因是政府推行得到國民教科 但沒有學生站出來反對 我相信學問思潮是給工作一種影響 就是學生或年輕人 可以用一種有趣或輕鬆的形式 即使是很嚴肅的事情 當人們會抬棺材示威 我們會送橙圍波彎堂 可以讓公眾注意 這是一個好渠道 方法爭取公眾的支持 最恐怖的是中國的執政人員 進步團結無私 平衡就是以你對國家有沒有自豪感 或者感恩之情為準則 其實我們覺得一個科目的評分準則 是建基於你的情感 而不是你的知識 其實我們覺得這是最離譜的 會有些家長或者成年的人 對你的行為是有些看不到 甚至是不理你的 但我們就是國民教育這一科 雖然你作為一個家長或者成年的人 你不需要讀 但你的子女 你的下一代是需要讀的 這一科其實 以我們來說 我們都是高中生 我們都不會讀到的了 但我們為什麼要站不出來 我們都是為了香港之後去著想 那些朋友做的搞笑 他們就說 你不要被人噴霧 或者你不要上報紙看到你 那樣搞笑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 反而會令他們更加會討論這些東西 其實是挺好的 始終你和同學多了話題 和他們會關心這個社會更多 那一班家長 還要是國民教家長關注了很多專業的人 他們一班家長站出來的時候 是不希望他們特別在讀小學生 讀這個國民教科 其實都是反映到家長的不滿 亦是令政府或辦公園全體有更大的壓力 我相信透過家長、老師和學生 三方一起合作 是有機會推進這個國民教科